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兄弟相对王金勇 那我认知于兄弟棒球队也接近11年 我的守备位置是内野手 一类手及三类手 我当初并没有说要有个目标 所以一定要成为职业圈 我的棒球经历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那我国中高中的时候 也跟爸爸说我要赌福人大学 那赌完福人大学以后 我就跟家人说有职业了 那就如有机会再去参加职业打球 那来到兄弟相对也是一个机缘 那因为从我这届开始有选秀会 所以我就顺利成长成为兄弟相的一员 那成为职业球员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觉得非常交易非常光荣 那我也很高兴的能够成为职业球员 成为一位职业球员 我觉得必须要有身心志的健全 因为职业球员的身体就是代表财富 那你有健康的身体呢 你的球才可以打得越久 那你的技术才可以无限的延伸 那我觉得心理的健全和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搭配身体的健全也需要心志的成长 因为没有成熟的心志 那样是没有办法在技术上延伸的 那我觉得观念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没有好的观念 其他两性也是没有办法一起相互相成 所以我觉得人家都说 打职业球员职业棒球员是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我觉得并不全是对的 因为打球必须要有灵活的反应 然后灵活的头脑 那场上的状况都是随时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棒球员 要当一个职业棒球员 头脑身体都是要非常发达的 那心志这方面我觉得身体来讲 就是我们健康 除了我们在专项的训练内容之内 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专项技术 专项的肌肉 那这些我们在球场上 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些身体的发展或者是身体的健全 是可以达到的 那我觉得心志呢 我们就必须去时时刻刻去想 然后去时时的反省 或者是时时的充实自己 才能够在球场上或者球场之外 能够让自己的心志成长 也能够让自己的心志能够更多元化的去想 那不见得一定是要在球场上才能够发挥你自己的专才 那如果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或者是心志上的成长呢 我觉得在球场之外呢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那至于其他部分呢 我觉得要多多的充实自己 然后多多的看书 然后多的去吸收一些资讯 然后去国外的观念 然后再能 这样才能够在球场上呢 一力不咬 然后能够比别人更有多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现在球场上和球队里面呢 所有的人格特质我觉得都有 然后而且非常的多元 那并不见得需要什么样特定在一个特定的人格特质上 才能够在球场上打得好 我觉得在球场上就是一种态度 不管什么样新做的人 什么样个性的人 什么样血型的人 然后什么样血型的人 只要有态度呢 然后在球场上打球态度 认真努力 我相信即使你不行 你的态度胜过于你的本身的能力的话 我觉得这个目标呢 会一步一步地达成 所以我觉得还是老坏一句 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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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从练习上就要开始 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年轻选手或者许多人 会觉得打职业棒球它只是一个工作 然后它只是打球的乐趣 我觉得身为职业球员呢 就必须要将你的职业先来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 那如果说你把事业来当成事业来经营的话 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完全会不一样了 不只是在球场上你能够认真努力 好好的去接每一个球 会每一个棒 然后认真地跑完一趟的体能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如果说你能够把它当成事业来经营的话 那你私底下回到家里以后 你还是一个职业球员 那你要做每一件事情 跟人家讲每一句话 出去的穿着礼仪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当成事业来经营的观念 并不是说我的工作只有在球场上 那回到家以后什么都不管 回去啦哩啦哒啦 讲话也讲得乱七八糟 这就是不对的 那身为职业球员呢 就是要当成当做一个事业来经营 不管是球场上私底下 我们都要能够达到最好 那想要进入职业打棒球的后备级晚辈们呢 我是希望建议你们 要有一副很好的身体 要有很好的健康 才进入职业 因为要有很好的身体去健康呢 你才能够在技术上无限的延伸 你每一年每一年才能够进步 那除了身体之外呢 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一个观念 那你要当职业棒球为一个事业 不能当做一个工作 那当作一个事业来讲的话 你就会在私底下或者球场上 你都会好好的经营自己 好好经营你的球迷 然后这无形之中 你对自己 对公司 对台湾的棒球环境 都是有提升的 所以我建议 我也期许 现在所有想要进入职业 棒球的后备级学弟们呢 要在这一方面好好的加油 我也期许你们 在未来的棒球环境里面 能够发光发热 然后让台湾的棒球环境更好 好优优得了 但是我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